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这个前一阵子 梅子季节的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 自己在做梅子酵素 然后呢 夏天一到了 很多网友 或者这个婆婆妈妈 想要靠着吃酵素来减肥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需要酵素 酵素除了帮助我们的身体 做能量的转换 还有新陈代谢 乃至于消化吸收之外 酵素对于人体当中的运作 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摄取各式各样 蔬果当中的健康好酵素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伦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医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心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乳房专科的医生好朋友 黄伯龙医生 嗨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 好朋友钱振宏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嗨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这个刘医师 为什么人体需要酵素 酵素在我们身体的组织 还有器官 还有这个细胞的运作上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OK 大家就每次想到酵素 我常常问一些婆妈 你知道什么酵素 酵素可以帮助减肥 我听说快晕倒 来 我们先特别强调一下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人 我们先看到一个人个体 其实我们身体可以抓出来的酵素 5000到6000种 这酵素这么多种 不是单纯说什么 帮助消化食物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看 它大概基本上的功能 可以分这四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 就是帮你分解食物 帮助消化 譬如说我们从这个嘴巴 开始咀嚼食物 你的口水分泌的 里面有着分解淀粉的 这些酵素 当我们到胃里面呢 到我们的肝脏 胰脏 还有我们小肠里面 都会分泌一些这个酵素 分解蛋白质 分解脂肪 分解碳水化护 这些就分解的酵素 这是我们大概熟知的 第二个促进新陈代谢 今天我们身体里面 所有的 包括我们细胞 什么粒线体 燃烧脂肪 深层葡萄糖 都需要很多的酵素 你没有这些酵素来讲的话 你身体觉得运作会消毒 一定会停滞 一定会出事情 这些酵素是没办法补充的 是我们身体自己会制造的 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第三个 修复身体的组织 我举个例子 你既然来讲 受了这个刀伤或枪伤 我们这些有伤口在的时候 我们这些量呢 必须要合成 很快合成我们的纤维 肌肉皮肤 它要许多营养素过来 营养素过来来讲 就是要需要酵素 酵素来帮助营养素 来把它这个合成 帮助我们的修复 但是不是简单 吃个木瓜 吃个奇异果的帮助 不是那么简单 那第四个来讲 改变这个信息的菌 从调整过敏体质 大家听过益生菌 我们知道益生菌 对生理的调整非常棒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纤维 吃到这个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很特别的酵素 可以让这些益生菌 把一些东西的食物 转变成我们需要的能量 譬如说丁酸或饼酸 那是我们需要的能量 换句话说 如果说这些酵素都够了 或是我们这些纤维够的话 可以协助我们的益生菌 产生我们需要 一些很好的物质 这可以调整过敏体质 所以这整个酵素来讲 其实大概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我们单纯讲的 吃的东西消化食物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各位观众 可能比较清楚的 就是消化酵素 那我们消化酵素 我刚提过了 譬如说 我们从嘴巴唾液腺 唾液腺包括我们讲 腮腺 我们台湾话 这个叫腮腺 这个舌下腺 很多这个腺体 都会分泌口水 当然胃肝 胰肠 肠 当然我们讲 这叫消化腺 这些分泌的消化液 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这个什么酵素 这个东西来讲 会加速我们食物的分解 所以简单讲 其实我们的酵素 大概是功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其中一项功能 不过我特别想要 很多人认为说 酵素可以减重 我常常讲的话 如果说你吃的酵素 是这种帮助消化食物的 我常常讲说 这种酵素叫做 食物的剪刀手 就把你吃的食物 剪得碎碎碎的 你现在下去之后 你本来一个很大的食物 就变一个小段的食物 变成一个分子的食物 你就可以吸收 这样比较好消化吸收 对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酵素 所以简单讲 有人说 吃酵素可以减肥 是对的吗 其实错了 酵素如果吃得很好的话 因为吸收更多吗 没错 我没听到这个笑话 那天我才有一个泰来 因为他给我调体质 他在跟我争论 因为他是便秘 我们调体质 然后他说 有一次你开的酵素 我吃的还是一样 体重没有减少 他拿一款给我看 说我吃这个酵素 真的可以减重 然后我换你的酵素 就是不能减重 酵素不错 但是没办法减重 我说你这里面 有餐什么东西 不会啊 然后他就不会看 我拿过来 就看一看 里面有个 我们知道有种叫 翻蟹液 大家知道翻蟹液是什么 缓蟹 蟹药 蟹药 就已经是蟹药 所以你既然会拉肚子吧 你自然而然就是 不容易胖 可能甚至因为脱水 你可能会减重嘛 那是一个假象 脱水也并不等于减脂啊 当然啦 水分流失啊 对 那是更糟糕 你脱水之后 也就是严重 真的会 电解质不平衡 你会虚脱 好 那事实上 它里面有一个名称 叫 那个叫做 比较特殊 蜡藏素果实啊 其实那个时候 我刚刚讲说 这个东西 你看看叫蜡藏素果实 他说这个东西 应该还好吧 他说天然植物 我把它翻译 查过 就是叫翻蟹液 所以有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那个名称 我们常常蛮聪明的啦 他用一些学名 去帮你更改 所以你会误会 但我简单讲 酵素 没办法帮你 帮你减重 如果他帮你 号称可以减重的 一定有些加些成分在里面 而且如果长期 这个不摄取蔬菜 水果或者这个摄取的 很少的话 确实很多消化酵素 真的会比较欠缺 对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其实消化比较不好 顶多就肚子 不知道都肚毒的感觉 或者是我便秘比较不顺 我之前就遇过一个病人 这个可以说便秘 让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为什么呢 这四十几岁的人 他本身是高知识分 他某一天 他在上班上到一半 左下是剧痛 他是非常的痛 还到急诊室 后来做了很多检查 疑似是这个胆结石 所以他就去了这个泌尿外科 然后又去了肾脏科 来来回回好几次 也都确定没有问题 可是偏偏这个痛就是好不了 所以他搞了半天 真的是也既无可失 他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就照了一张S光 这样S光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满肚子 我们就说满肚子大便 就是这样 他肚子里头非常多的 便便的这个痕迹在里头 我就跟他解释说 你是不是上厕所不顺 他说有啊 我每天都上 后来我们沟通了很久 也看到他的食物 他果然其实因为 可能他工作太忙的关系 所以他食物基本上都是吃能饱的 什么是能饱的 米饭类能饱 可能是一个炸鸡能饱 他都是吃这些 我们说快速可以饱的东西 所以蔬菜其实一定都是忽略的 后来就跟他一直沟通 请他把蔬菜的量加到非常的多 水果量也加到非常的多 这里头除了纤维以外 就是酵素 很神奇哦 他第一个礼拜来 一跟我说他觉得没有差 第二个礼拜来还是说没有差 到第一个月结束之后 他就说他的肚子痛就不见了 因为他便便就顺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便秘 从很小的症状 可能只是每一天感觉到上厕所的次数 甚至可能到会痛到去急症也有可能 那什么水果跟什么蔬菜 其实我必须说酵素 蔬果都有 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多特意去吃一些水果酵素 如果你本身食物均衡的人的话 以水果来讲 其实酸甜酸甜的那一种 其实就很好 比如说凤梨啦 苹果啦 草莓啦 奇异果啦 那有一些甜的其实也有 比如说香蕉 西瓜 木瓜 其实他里头的酵素成分含量也很高 我先讲个畅 所以像凤梨这一种酸酸甜甜 又有酵素的 很多人就说要稍微饭后吃 因为你如果空腹的时候吃 可能他的酸度跟酵素 就会影响到胃嘛 对像凤梨的话 里头有一些像蛋白酶的酵素 所以他的确确实你饭后吃 如果你本身消化比较不好的人 他就可以帮你把 像刚刚刘医师讲的像剪刀一样 帮你把你本来脚不碎的牛排 把它剪成小小的细分值 帮助你消化蛋白质嘛 对 那你看就算说 假设现在台湾越果农太厉害 所以水果很甜 有些糖尿病的人 可能一天只能吃一点点的时候 其实我就建议你弄蔬菜 去做一点取代 蔬菜其实很多里头都有 我讲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姜 其实姜里头也有酵素 对其实姜里头也有酵素 甚至像是一些 有些人早上会尬一个小麦草汁 或者是花椰菜红萝卜 其实这些都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里头其实就含有酵素成分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讲 就是假设今天 我是个消化不良的人 你就各种蔬菜水果都吃 依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去调整比例 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产生 所谓的酵素不均 或者是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就要分享一个 健康富含酵素的好料理 这个刚刚讲 像凤梨像木瓜像奇异果 都是富含这个对人体消化 很有帮助的酵素 所以安琪老师 今天这个季节 要分享大家吃青木瓜 木瓜 木瓜在这个 你熟悉的这个蔬菜摊 或者是水果摊 你都可以给它订 所以请它帮你带 那这个木瓜 我们把原来这样子 绿皮的是生的青木瓜 那我们把皮膚修掉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里面的纸给它拿掉 然后我们就把它刹签 那刹签的时候呢 我们从外面这样刹 刹长的 然后就要小心不要穿过来 因为这个里面 这个部分就会苦涩 真的哦 所以我们通常都从外面刹 就刹刹刹 刹到差不多有点薄了 很多泰国沙拉 东南亚沙拉 吃的青木瓜沙拉 都是这样子做的 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那这样给它刹签 那刹签了之后呢 这个青木瓜 最好是给它泡在冰水里面 泡两个钟头 冰镇 对 因为它这个 刚刹出来的时候白白的 你刹签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透明的 透明的它吃起来脆爽 而且也不会有色味 经过抗癌电疗的这些病人 通常最容易受伤害的是什么 就是棉膜系 损伤最厉害的是 酵素来讲 对我们的病人是非常重要 木瓜菌来讲 被乳癌 胰脏癌 软差癌 子宫内膜癌 色物腺癌 这些细胞是有抑制的效果 这个其实可以当作一个 简单的一个抗癌 一个沙拉料理 刚刷出来的时候白白的 你刷签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透明的 透明的它吃起来脆爽 而且也不会有色味 所以泡一下冰水 可以比较口感好一点 而且色味也可以去除一点 对 泡两个钟头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是来调味了 这个是鱼露 这是东南亚泰国鱼露 所以我们这个是很简单 家常可以做的青木瓜沙拉 对 那这个的话 是比较难买到 这是酸籽酱 什么叫酸籽酱 酸籽酱是一种的果实 它本来像 它有点像我们的毛豆 它是有个豆莢 豆莢里面它有那个豆子 那个豆子叫酸籽 螺旺子 螺旺子 它把它里面的籽拿出来之后 去做成那个酱 带一点点酸酸的 所以它叫酸籽酱 如果没有这个酱 可以用什么替代 柠檬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柠檬 就是酸的味道就出来 不要去放醋 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觉得 酸的话就放醋 不要放醋 我们放柠檬 对 我觉得东南亚的沙拉 它的酸度来自于柠檬 柠檬 那柠檬的酸籽酱 这样周外 我们放一些椰糖 椰糖的香气很特殊 它有个椰子的香气 所以你如果现在很多人 到东南亚去玩 你就可以带点椰糖回来 因为椰糖也很好保存 就把它这样压碎 椰糖很好压碎 其实现在一般市面上的超级市场 在这个异国风味的食材区 也买得到椰糖 那我们这个柠檬 来多加一点柠檬 所以这个都是青木窝 沙拉很重要的基地 对 那这边我们放一点虾米 这虾米我是把它稍微烤了一下之后 给它剁碎 那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的红辣椒 辣椒自己可以调整 对 红辣椒自己 我们今天少放一点 因为这辣椒蛮辣的 然后还有这个四季豆 它们很特别的四季豆是 我们像我当初在写这个泰国食谱 帮一个厨师一块儿出 那他写的四季豆 我们中国人都认为是 汆烫一下锅冷水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是去拍扁 然后呢 他拍扁之后就放在里面一起腌 它就会入味 它是吃生的 他们的四季豆吃生的 吃生的 但是要拍扁让它入味 要拍扁入味 拍扁的话我们这样拌一拌入味 那这个青木窝 我们也给它放进来 就这样很简单 很简单就可以做简单的青木瓜沙拉 我们这边把它这样拌一下 那这样的青木瓜沙拉要多久让它入味 这个石青木瓜大概放个十几二十分钟 你看它的颜色就会变了 所以十几二十分钟会比较入味 安琪老师现在要新拌的 所以沙拉的这个青木瓜丝 还比较脆绿一点 但是这个是事先拌了大概二十分钟 所以它就会入味 入味其实就可以家里头放在冰箱 放保鲜盒里头就可以吃了 那我们今天有搭配一个 我们今天安琪老师除了分享青木瓜沙拉之外 这个安琪老师还会分享的是青木瓜也可以烹调做汤 那你帮我放中间好不好 青木瓜做汤 我们就把这个青木瓜去了纸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那这个时候那里面就不怕它苦涩了 因为我们煮熟了 煮熟就直接切块 切块了之后呢 那我今天是做素的 所以我放的是这个腰果 放到这边是腰果跟这个南北姓 腰果跟南北姓 我们先看一下 青木瓜有一阵子有一些女孩子想要风雄 就会青木瓜排骨汤 那传统都是把它切块炖了排骨对不对 可是安琪老师今天分享 除了排骨汤之外可以做素汤 那我们看一下素汤两个这个提鲜味的是坚果 给它蛋白质 然后这个腰果这个腰果里面也会出点油性 对 所以让它能够比较滋润一点 那腰果有前制作业吗 没有就是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南北姓也是一样 冲洗一下就可以放进来了 然后青木瓜切块腰果南北姓三个一起炖 对三个一起炖 炖20分钟就可以了 很快炖20分钟 然后20分钟它就会稍微有点软化 那快要起锅的时候我就来一点菇类 放一点这个黑的新鲜香菇 那这时候我们很简单用盐调味就可以了 所以青木瓜的树汤 就是提它的那个鲜甜是腰果跟南北姓 南北姓对 但是如果你要吃荤的其实排骨也可以 排骨 鸡汤也可以 对对对 很简单 就是最主要是这个青木瓜季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买得到青木瓜就可以这样子来做 好那我们把它来放在里头 好那我们烧这个汤的同时 请教一下黄医师 听说这个人体酵素不足 各种问题都会发生 所以有一些抗癌的病人 你们也会这个提醒他们补充酵素 对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们如果说在抗癌的整个阶段里面 最辛苦的就是你要经过开刀 化疗电疗 可是你经过化疗电疗的这些病人 通常最容易受伤害的是什么 就是黏膜系统 对 所以一旦你说 哎呀不管你是这个局部的这个电疗 或者是你正在做全身型的化疗 所以损伤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消化道 所以我们常常咨询 像这个消化内科的医生说 这个在抗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顾好它的消化道 我们都知道顾本就是你要吃很好的 这个食物进去嘛 所以你要知道 一旦有口加黏膜破裂 消化道不舒服 所以我们常常在整个抗癌的这个过程当中 酵素来讲对我们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常常咨询说 我们消化科医生 什么样的酵素对它有帮助 尤其在整个酵素的这个保养当中 只要它顾好的这个 我觉得它在整个化疗啦 电疗的副作用都非常的少 我打个操 刚刚黄医师讲的是 酵素可以协助粘膜的 某种程度的保护的功能嘛 所以刘医师 有一次我跟你讨论到那个胃食道逆流 对对对 你说你后来自己调整 自己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体质 其中一个补充的药素 营养素是酵素 它里面有个叫胺基酸啦 那个叫做福西安酸啦 那它一般福西安酸是 我们在20种胺基酸里面其中一种 那它可以帮助粘膜 修复 修复 所以一般来讲 以前我们在 譬如说癌症的病人化放疗 刚才像黄医师讲说口腔破掉 我们会建议病人用这个东西 后来我的逻辑是因为 我们胃食道逆流的患者 常常这个食道下端粘膜 它会受损 对 后来我用这个方法之后 居然很多人因为这样用福西安酸 对食道粘膜修复增快 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胺基酸 好 那就是说 粘膜的这个复原跟修复 也是需要酵素的 那就是说 当然癌症病人是比较严重的病人 那你自己是有一阵子会 喂食道逆流 所以你就补充这样的胺基酸 然后增加你的粘膜的 修复的能力 那同一时间我们安琪老师 这锅青木瓜素汤也好了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所以我们放这个非常清爽 所以我们做起来就觉得 口感非常棒 可是这个里面有点学问 我觉得安琪老师把这个 像技能都加进去 这个其实可以当作一个 简单的一个抗癌 一个沙拉料理 因为在这个性能里面 它里面含了一些微氧元素 我们讲一个叫石头的石 东西南北西这个元素 这里面有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 这个不好的脂肪酸 西的元素来讲 在我们抗癌是有帮助的 不过我们今天主角是木瓜 其实木瓜来讲 我们看它也是有 从国外研究 从美国到澳洲 在因为木瓜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大当品的 日常动能碰到水果 所以事实上在过去 针对木瓜 从大概1902年开始 就很多的砂底 会慢慢录出来 那它里面 我们讲说木瓜酵素 其实在这个木瓜里面 不光木瓜皮 木瓜果实 甚至在木瓜的精跟叶里面 特别有这个酵素 那它里面的成分 还有这个 这个蛋白酶 帮助分解这个蛋白质 变成氨基酸 那它最重要叫做 斑木瓜碱 其实我们任何的植物 那个酥胎水果 其实很多我们在医生做 或者临床科学家 在做研究 这个碱这个物质 就是它这里面的 一些特殊植化素 那这个木瓜碱来讲 它们在动物的实验 细胞实验 对乳癌 胰脏癌 卵巢癌 子宿内膜癌 摄物腺癌 这些细胞是有抑制的效果 所以事实上在我们在有时候 你吃点这些我们讲 还有这个 这个防碍成分的这些木瓜来讲 事实上是OK的 不过这种木瓜碱 在期木瓜会比较多 尤其在那个皮很绿 所以熟的木瓜比较少 是比较少 它会抵抗 它会被自己的酵素又分解掉 好 那另外来讲 凝乳酶或者一些胡萝卜素 当然叶酸 淡淋酸 这些来讲都是在 在防碍来讲 是有它一个角色 不过我特别提醒大家就说 我们觉得它是有防碍 但不能致癌啦 我碰过一个 一个女生 那是这样 她本身因为 月薪不正常出血 后来妇产科跟她诊断 是子宫内膜癌第二期 然后她 不愿意去做子宫的手术 然后她听她一个朋友 跟她讲说 有一款很好的 这个酵素可以致癌 可以致癌哦 她听得很开心 那就买了好几包 她每天吃啊 每天大概别人说 你这一包呢 一般保养吃两包 如果你有癌症的话 一天吃十包 她真的这样吃 那个很悲惨的 过来讲 结果后来她就这样弄 结果她越来越瘦 因为又贫血又出血 到后来两个越走越 她后来她的家人看不下去 硬把她带过去 那本来是第二期 后来再检查 她的这个子宫膀淋巴结都有了 那医生跟她讲 你现在已经飘到第三期 我第四期了 你再不开刀 就麻烦了 后来赶快去做手术 后来变3B 就是你到第三期 后来又做化疗 那后来她来找我们调生理 我跟她讲说 酵素 其实调整可以啦 但你要拿来做致癌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特别强调 如果你看到方向 酵素可以致癌 还需要黄医师 对啊 还不需要来的 医生都休业了 对 所以我特别跟她讲说 调理生理可以 再调整我们消化到 生理精神可以 但是不要期望 她可以致癌 她特别注意一下 那除了木瓜酵素 凤梨酵素 奇异果酵素 基本上也都是 这个肠胃科医生 觉得对于现代人 如果消化不良 或者容易便秘的人来讲 可以多多摄取的 的确哦 奇异果 尤其是绿色的奇异果 它这帮助排便的效果 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 有做一个临床研究 他们是找一群人 然后给她每天吃 两颗绿色的奇异果 连续吃四周 后来四周之后 发现她排便的次数 从每天3.14 每周3.14 到每周4.34 可以明显的发现 她排便的次数有增加 另外她粪便呢 本来比较硬的 会变得比较软 比较湿 比较好排 所以事实上 的确是这个奇异果呢 它主要是因为 它有膳食纤维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奇异酵素 这奇异酵素是一种 叫做硫蛋白分解酶 它是一种酵素 那它可以附着 跟我们的肠臂的粘膜 附着在一起 它也可以促进 这个肠道的蠕动 所以这些好处可以使得 常常吃这个奇异果的话 可以帮助你的排便 在临床上 我们有时候 我就碰到一些年轻的女生 她常常有便秘的问题 有时候她一个礼拜 差不多三四天上一次厕所 有时候到一周 才上一次厕所 通常他们通常 也觉得还好 因为如果只要 不是肚子很痛 她也就习惯了 不过有一个 像有个病患 她大概30多岁 她就是平常也是这样 她就快要到一个礼拜 才上一次 她就是久坐办公室 每天坐大概10个小时以上 坐在那边就是后来有一天 觉得肚子屁股很痛 然后去上厕所 后来有流血 流血的时候 她就开始担心 说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后来到我们的门诊 来做检查 检查起来 是的确有内置 还是因为痔瘡出血 大肠倒是没有看到什么肿瘤 所以这是有点虚极一场 不过她因为长期便秘 还是会怕 还是会怕 我们会告诉她说 你还是要改变 你的生活习惯 或者你的饮食习惯 那这样子还不要长期便秘 因为长期便秘总是不好 我就想说那你需不需要 我开一些药物给你 她就说 医师其实我老实跟你说 像你们医生开药给我是都不吃 其实我们医生也知道 我也是老师跟她说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开给你 你大概是不吃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还建议你 还是从饮食着手 我就建议她还可以吃一点益生菌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可以多吃一下 这些天然的水果 像木瓜奇异果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 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 黑胡椒铁板面 对 在家里面 我们今天炒个面方便 但是把很多不同颜色的蔬菜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也教大家来调那个黑胡椒酱 那我在这个 这边呢一个锅子 肉类的部分 我今天放了鸡腿肉 黑胡椒酱 阿芳老师待会要自己分享怎么样 那今天因为鸡腿肉有带皮 所以你把有皮的那一面 直接在不沾锅里头 煎让它逼一点油出来 然后呢我今天鸡皮向下没有放油 来煎它 可是我们要让那个油脂 比较快释出 我就会建议你要把锅盖盖起来 等于说它底下在加热的时候 里面的蒸汽是流着 那可以把那个皮上面跟肉中间的油呢 很快就可以蒸下来 那这样子第一 那个油可以帮助你把 那个鸡皮煎得酥酥脆脆的 然后你厨房里面也不会有油烟 对妈妈来讲 做菜是比较正确的手法 所以现在开始就加热了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 我们我今天的面里面 我面的量有稍微减少了一点 我用了一点可以替代主食的黄豆芽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 带有咬劲 有口感 有水分 有膳食纤维 是 还有就是说 在家里面 可能妈妈会用绿豆芽比较多 对 那绿豆芽可以现炒 可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基本上我都会建议黄豆芽 可是黄豆芽要脱生 它跟豆浆一样 你要确实煮熟 所以它不能跟那个米达 那个绿豆芽一样下去 就上来 我们必须要把它完全熟透 而且这一颗豆 有的时候没有脱生的话 会有那个生色味 对它会有生色味 还有它本身的肇素什么的 都其实都是还在的 所以可以看到我旁边 我们基本上妈妈在家里面 你也可以那个干面条 然后煮好的那个煮面水 它是不是热热的 那热热的煮面水 你就补一点油 煮一双油 然后把这个黄豆芽 黄豆芽整个要完全的去煮 黄豆芽是要煮的 一定要煮 而且要煮的时间 要拉比较长 通常以你这样的一锅水 加上一碗黄豆芽 要煮多久 煮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 让它完全煮透 它才会透 对 然后你们刚刚如果看到 我放下去的豆芽 像现在你豆芽要买 就要买 它会变黑的 你不要买那个有漂白的 所以刚刚我还没有放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点点 比较合变 可是真正的你下锅之后 它的颜色就回来了 所以它其实是 你自己要学的辨别 那因为有那个黄豆的造数 所以我们在盖锅 在注意的时候 锅盖稍微留一点点的小缝 对 留一点小缝隙 那利用这一个时间 我们就来调一点点的黑胡椒酱 但是它也有可以分解脂質的一个功能 所以长道中的好具呢 就负责去代谢我们的胆肌 所以有研究发现说 你长道的菌虫改变了 其实益神菌这种东西 是每个人都要补 它并不是只有对肠胃道 有困扰的人要补 它现在对我们的头脑 它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帮助 那讲说黑胡椒酱呢 我的份量就是要很有感 你不要说放到没有太大的感觉 敢吃的朋友就一小匙 不敢吃家里面有小朋友 你就是减半 就二分之一小匙 然后呢我们放两汤匙的酱油膏 那这个酱油膏的跟酱油意义何在 就是说你不用再放味精 它本身里面有一点点微微的糖分 对 然后呢增加鲜味 我放了一点点一汤匙的一个鱼露 好 再来就是它的浓稠度的部分 我要让它浓 这一汤匙半左右的份量 你可以用玉米粉 也可以用家里面的面粉 但是不要用太白粉 地瓜粉 因为去炒出来的那个浓的质感 它就不太一样 它会稠稠 玉米粉或者是一般的面粉 对 都可以 面粉的筋性会有差吗 没什么关系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调点水 我刚刚调这样的一个份量 我今天炒家里面四人份 那我就用这样子的一杯两杯 240cc 好 稍微把这个粉跟刚刚所有的酱料 让它打匀 对 要让它全部通通都 所以这个就是家常现成的黑胡椒酱 那待会来煎炒的时候 它就会入味 它会有香味跑出来 等会最后再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气喝成 所以家里头现成的原料很简单 对 就这样臭一臭 刚刚的黑胡椒 对 酱油膏 鱼露 然后这个玉米粉和面粉 是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呢 鸡腿已经闻到香气了 基本上香气出来 在家里面妈妈一个做菜的习惯 无处不在小地方 臭油烟机在这边 你的盖子就往上 就是让它吸油烟 对着那个嗚 那个嗚 然后吸走 对 基本上你就不会吸到那么多的油烟 所以在家里面你要煎东西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那个鸡油逼出来 我盖盖子 他就会看到它是什么 它是 已经是那种汁汁汁 然后带有水分 然后呢 鸡皮这一面就焦黄焦香 对 然后就没有 然后鸡油跟鸡汁都逼出来 对 所以剩下的鸡油鸡汁 你就可以来炒酱 对 因为刚刚烤的是黑胡椒酱也要炒香 那现在就开始 蒜末 对 然后洋葱 所以你就直接用了食材里头的油了 对 就很方便的一气喝成的方式 我们现在爆香的是蒜末 再来是大量的洋葱 对 黑胡椒跟洋葱 黑胡椒是好朋友 对 我觉得乐炒店的所有铁板叉叉 下面都是洋葱加黑胡椒加 对 可是有的妈妈就会想说 那我就自己把洋葱都切碎 跟黑胡椒什么都熬一锅 你等熬好了放凉了之后的那个香味 你下一次再来用 跟你现炒的那个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还是要先把洋葱炒软 然后黑胡椒酱才下去炒香 对 我现在放进来 你可以看到洋葱在这里面翻炒 如果我再把豆芽放进来 我即使不放面 我放黑胡椒酱 它也是一道很好吃的菜 对 对不对 也是很好的便当菜 对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放一点菇 菇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摘成比较四口的大小 这样子放进来 翻炒一下 然后子龙杏的蔬菜早一点下来 红萝卜 红萝卜花 所以一样让它拌炒 然后最后这个酱再让它炒香 对 所以其实这个黑胡椒来炒 这一个蔬菜鸡腿排也非常好 对 好 然后现在开始闻到这个香味 我的今天刚好有看到甜豆莢上市了 我们就跟着拌炒 对 然后香味很香 好 然后先铺一下 我要让它最后熟 对 在炒面之前 你可以如果不是现煮的面 你捞出来之后用一点点的油 稍微放一下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要炒面之前 你可以有一点小动作 我们的鸡肉还要确定让它熟透 对 所以你可以盖蒸一分钟 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黄豆芽 好 然后我们一部分吃面食 一部分吃黄豆芽 这个时候黄豆芽也滚烫了 对 它就完全是确定是有熟的 就是黄豆芽很特别的 你一定要有人做凉拌小菜 到水里面稍微一过就上来 黄豆芽会带很重的声味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要让它 让它熟透 完全滚起来 好 黄豆芽也比较粗 也不会说煮了三分钟都缩水了 对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这一锅鸡腿焖一下 这个夏天来真的会 香味来了 香味来了很开胃 而且满满的很高鲜的蔬菜 好 来 我先把豆芽先下来 所以大量的豆芽替代一半的面食 所以豆芽先滚放 然后最后再放到锅内一起炒 就跟铁板烧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煎炒 都完成了 确定熟透了 我们的酱一上去 它就翻滚了就好 被腾了之后 它基本上 好 可是你这个根本就是热炒料理 但是比一般市面上的热炒 这个滴油很多 对 那你不管今天用鸡腿 或是你用海鲜啊 什么牛排肉啊 孩子喜欢 你会发现在假日家里面 从妈妈需要的营养 从小孩需要的营养 全家人需要很均衡的营养 全部一次 好 我们刚刚调的这个黑胡椒酱 这个时候就让它降烧 它现在是液态 可是因为你有玉米粉 或者是面粉 它会变成粉质的浓稠状 对 我们现在开始翻炒了 它就 好 翻炒的时候让所有的食材 裹附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黑胡椒的香味 就会 有耶 蛮香的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让它炒香 对 把它炒香炒入味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滑滑的 对 那个黑胡椒酱 它越来越浓了 对 刚刚那个粉质的质感就会裹上所有的食材了 对 那怎么判断什么时候的熟度 其实这些料都熟了 你只要看到的是这边 黑胡椒酱在这个位置 你把它拨一边 然后可以看到它完全的沸腾 对 它拌匀了 上桌了 就是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其实我们知道蛋白质是植物蛋白非常棒 那本身黄豆来讲 它里面的营养素 还有什么卵因子 或义黄酮 纤维 不过我们这样子 如果说黄豆芽呢 黄豆芽事实上 你想我们任何的这个芽菜类 都是它那个一个菜 变成宝宝 那叫芽菜类 芽菜来讲 它能量转化特别快 它会提供给我们很需要的一些必要元素 你看我们再做个比较 黄豆跟黄豆芽 你在热量来讲的话呢 黄豆热量当然是比较高 但你要看哦 当它变成芽菜的时候 因为它要生长 所以它里面热量 蛋白质 糖类脂肪 都会被分解过去 转换到黄豆芽 它要生长上去的一个速度 所以它热量也低 所以假如说你要做减重来讲的话 事实上常用滑豆芽 里面它热量降低非常多 但它里面你看哦 它的维生素A 贝拉活罗素 跟我们的维生素C的量 都增加非常多 因为它要往上涨的时候呢 它需要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 所以换加说 我们在这个黄豆里面 它本身的这个酵素 会把它的生长的时候呢 一些营养素转换 变成一个 我们要长的一个芽菜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来讲 酵素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它本身来讲 它是为了它这个转换的酵素 所以事实上 老师用这道料理来讲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们常说吃到这个 黑胡椒甜满面 常常吃的就是淀粉类 有时候肉吃很多 少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维质 但把黄豆芽加进去 是非常OK的 那我特别提到就是说 因为有些芽菜类呢 有些认为说是 这个对身体会不好 为什么 譬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木树芽 有人讲木树芽 什么会造成一个 所谓的什么红半性狼仓 其实一般在芽菜里面 有个东西 那叫刀痘酸 这个刀痘酸来讲很特别 它是用左旋氨基酸 那个刀痘酸 那过去在这个研究发现 这种刀痘酸摄取太多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一个叫T细胞 T细胞 它会产生过多的抗体 才能打到自己的抗体 造成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过去有个研究来讲 他们是用猴子做实验的 这个刀痘酸摄取很多 它的这个食物里面 占了40%以上 连续7个月 你才会产生类似 红半性狼仓的反应 换句话说 其实微量的这些芽菜类 应该是不至于造成大的风险 尤其像我们讲 黄豆芽来讲 其实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 入菜料理的话 常把它入进去是非常棒的 那问一下这个钱医师 这个酵素跟这个肠道的益生菌 好像除了对我们肠胃道的循环 有影响 实际上对胆结石都有影响 的确 我们刚才提到很多酵素 可以帮助消化食物 那另外在消化系关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胆汁 胆汁呢 它也有可以分解止值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胆汁分泌不全 或者胆汁的循环 出问题的时候 它整个人的吸收也会变差 像我先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病患 是60岁的男性 他呢是在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肠子曾经发炎过 但是发炎是肺结核 就结核菌跑到肠子 到小肠跟大肠的地方 引起很厉害的结核感染 那后来他吃药 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那个细菌 就结核菌已经杀死了 那肠道后来检查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之后 他就一直很瘦 就胖不起来 就一直维持在40多公斤 他怎么吃都吃不胖 他你说他拉肚子 也不用很厉害的拉肚子 他就是 但是怎么样补充营养食物呢 就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再胖起来 他来问问看我的意见 那其实我就要跟观众朋友解释 就像我们这个胆汁 在我们的身体循环中 在肠道中循环的时候 他从胆囊分泌 胆囊的胆汁到小肠到大肠 他是在小肠的尾端 他会做一个回收再利用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胆汁呢 大概只有5%会排出体外 是由粪便排出体外 那另外95%他会再回收 经由血液到肝脏 回收再利用 那这个过程当中 他需要什么来帮助 我们肠道菌 肠道中的好菌呢 就负责去代谢我们的胆汁 然后让我们的小肠 能够回收再利用 所以怎么说 如果我们的肠道中的细菌失衡了 就是原来的好菌太少了 应该要负责代谢胆汁的 这些细菌减少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的 把这个胆汁回收回来 这样子还可能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造成胆结石的产生 所以有研究发现说 你肠道的菌从改变了 的人他特别容易有胆结石 因为他整个胆固醇的 回收再利用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有研究发现说 你肠道的菌从改变了 的人他特别容易有胆结石 因为他整个胆固醇的 回收再利用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样的病患的话 大概就是 我们除了就希望他饮食中 多去补充一些好的酵素之外 也可以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也可以有帮助他胆肢回收 再利用的效果 那阿方老师平常 这个照顾家里的 你会补充一些 酵素跟益生菌吗 会啊 为什么讲我先生 为什么我先生是从我 跟他还没有成为 就是刚认识 就知道他肠胃不好 为什么我们认识是 参加那个八天的旅行团 才八天 我先生带了一罐呢 家庭号有猴子的那个 卫傘 这么大罐 八天要带那么大罐 这是我跟他留下二十几年前 对 就是刚认识的 卫傘 卫傘把他当饭吃吗 而且还不只是像这样 后来 我家就是像全世界各地 什么高雷菜 像日本高雷菜做的 然后哪个国家的 那个经典的常会要 基本上我先生 通通都会收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也生活 一起生活之后 我才慢慢体会到什么叫 我煮饭 我们大家都说好吃 我吃完没什么事 可是你等一下就看 八点档开始呢 好戏就来了 就是开始 王子要变青蛙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 你就听到 呃 呃 他很会胀气 对 然后他就一直胀气 然后甚至到很不舒服的时候 吃完没有笑 你还会发现 等会去 他会叫你说 你去拍拍他的肚子 真的鼓得跟那个气球一样 然后长期其实 就是像这样的困扰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收获 是我来这个节目 我开始理解到 听很多像我们很多医师 不同的面向在分 分析 我就理解到说 哦原来如果我把我们的身体 当成是一个房子 嗯 那我们的肠胃 我就透过于我们的节目 理解到 这是我的厨房 嗯 如果里面的冰箱 里面的烹调的条件 什么不好 嗯 可能这个人他吃完 嗯 他就不舒服 对 所以我先后来我就说 嗯 像刚刚秦医师说的 医生也是会建议他说 你从益生菌 嗯 然后又透过我们节目 开始医生 医生会分析 有不同的菌 有不同的效果 再来就是他要方便 所以像这样一条一条 我们后来把他带着吃 嗯 那我先讲说 所以这个出国他也带着吃 日常也在吃 对 而且 我 你说日常带着吃 我想说出国是最好看的 我们女生是打包保养品 对 对 他打包药 对 他就 就去把第三件 然后 你知道吗 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去 欧洲15天 那他打包很多药 整盒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会聊到 一样的意思 然后他就会 很热心的去告诉大家说 在欧洲那个食物吃得很容易 我都脏气 然后他就说 他就开始喝出来 就说我就坐 你知道吗 然后就告诉大家 我就这样 他吃饱饭吃点益生菌 帮助他消化 我发现他也没有说 一定吃饱饭 他想吃他就吃 然后还喂孙子吃 然后有一天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女儿也打电话说 益生菌去哪里了 原来全部都被爸爸带走了 你知道 就表示我发现 每个人 其实在生活上面 难免你的 整个的你肠胃的系统 或者是你身体也不舒服 像我发现 我孙子也会抓抓 对 穿隔着衣服会抓抓 容易过敏 对 我其实很怕 结果偏偏通通都像 阿公 像爸爸 你女儿也是 是 我女儿 尤其是 去日本念书 再回到台湾 对于台湾的饮食 还有环境的气候的条件 所以就是为什么 也是医生告诉他说你要吃益生菌 那所以我在家里面这个一个肠背 然后倒出来 然后小孙子啊 你就发现喔 他可以倒着 慢慢吃 对 慢慢吃 然后他可以多喝一点水 不会咧到 那当然我觉得说 透过节目 回到根本 我学了很多的一个烹调 但是我的条件跟先生不一样 那他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在家里面 他你知道吗 人舒服 你有吃就有吃 真的 那医生菌真的对某一些人的 肠道的菌相跟体质 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 其实刚刚阿凡老师讲说 我其实有一点那个 觉得他蛮厉害的 因为他形容到 我觉得蛮精髓的 就是肠味道 其实就像是一个厨房 或者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道料理 这料理有几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是原料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你煮饭的人的 这个技巧很重要 那其实这个 医生菌就有点像原料 通常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厨师 要去找民厨 可是如果民厨 他没有里头好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而阿凡老师说 他的老公常吃 可是我会觉得 其实医生菌 这种东西是每个人都要补 他并不是只有 对肠味道有困扰的人要补 因为他其实已经证实了 不是只有对肠味道 他对很多地方都有好处 所以很多民众会来问我们说 医生菌 所以外头的菌种很多 然后各式各样的菌 他其实他的诉求跟功能 是不大一样的 是 其实很多人就会 因为现在这个医生菌 大家开始有这样的健康概念 所以就会去找 各种不同的医生菌 大家问我们说 到底该怎么挑选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呢 这个医生就要能够通过 通得过胃酸 因为胃酸其实是 我们第一个守门员 我们一定是从上吃下去 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就通不过 那不好意思 他就已经暂时在沙场 暂时在门口就进不去了 第二个是多样性 像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医生菌 我说对每个人都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 他不是只有对肠胃道 他甚至对我们的头脑 他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帮助 所以当你在选择医生菌 千万不要选单方的医生菌 而是以多方为主 比如说比菲德氏菌 比较常见的雷特氏菌 黎鼠糖乳感菌 这一些他们不同种类 其实都有不同的方向 可以去这个帮助我们身体 做一些调整 或是帮我们打好基础 第三个是医生菌的配套措施 会讲很像是那个 买车子的配备一样 对 而且这个东西 要有医生菌也要有医生子 对 其实这个东西 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重要 医生菌住进去 他终于顺利的住进去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给他 适当的他要吃的养分 他可能在里头很快的 就会被淘汰掉 所以医生子 比医生菌来的 其实更加需要注重 这是为什么我们节目上 常会讲要吃蔬菜水果 因为水溶性或非水溶性的 膳食纤维其实就很好 例如像是假设你在补充橘糖 这里头其实就有 所谓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除了果果糖 也是医生菌喜欢吃的东西 那第三块 就是在我们 在做一些肠胃调整 我们确实发现 很多人本身有消化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本身分泌的酵素不够 有几种原因老化 一种是紧张 他本身就会让你身体 自然的酵素分泌比较不足 所以假设你自己本身 是因为消化不好 在寻求医生菌的时候 你不妨可以看看 是找那种 我们讲的是天然酵素 你千万不要去找有番泄业 那种会拉肚子的成分 这样它其实对你的肠味道 我们说厨房的主要配备 跟次要配备 它才算是达到完整的条件 所以家里头 这个老的小的 体质比较弱的 其实你都会给他们补充 会 额外讲说 我自己一点点 为什么我的理念 自然就好 所以我没减肥 对 但是我自己吃了之后 我一直会担心说 发胖的问题 平良心这样 我没想减肥 我觉得自然健康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 很健康的胖子 真的 其实人的体重 是一个层次 但是健康状态 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这个节目最后 这个刘医师 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是的 我们今天谈酵素 人体的酵素 有太多种 五六千种以上 我们常常讲的酵素 可能是从消化到分泌的酵素 不要忘记了 帮你自己的忙 最重要叫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的时候 我们口水会充分 帮你第一道来做酵素的一个分解素动 非常重要 其他来讲 我们多吃一些很好的蔬菜水果 增加里面的线维摄取量 都是最长到非常友善的一个处理方法 好 谢谢刘医师的丁礼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麦曲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时间我们的食谱健康的资讯 还有节目的预告 也会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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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